请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欢迎收看会让你赚钱的节目 以及把你当好朋友的五路财神 我是杨卉杉 A股确定没有纳入MSCI 你所疑虑的一点又消失了一个 那现在你会担心 英国到底会不会脱欧 那个公投结果如何 以及加上美国升息的部分 这个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 等到这些疑虑都消除了之后 你进场去买 但是股价已经涨上来 换句话说你要去追高 那如果你选择在现在进场 你买好的股票 我前提很重要 买好的股票 然后不要追高 你买这样子的股票 虽然纵使到时候万一市场有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那时你的股票已经有一些获利了 你懂我吗 懂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现在买就算到时候出状况 你脚已经瘫下来在等了 这告诉你一件事 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今天的节目对你来讲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你怎么样运用你的资金来赚到让你非常有感觉的数字 一倍 上半段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利用 至于小资金的投资朋友你也不要弃你 你还是有翻身的机会 下半段我告诉你 怎么样运用什么股票 以及运用什么样的操作策略 来去让你的资金最火化 达到最好的效果 今天家族成员在台北开家具团的陈先生 他打电话来给我 他非常非常的开心 可是在之前他打给我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是我的家族成员 他的资金大概有一千万 那打来给我的时候 他的手上股票二十几档 二十几档 那这些股票 当然有赚也有赔 不是每一档都赔钱 可是有一个共通点 不成比例 就是赚只赚一点点零投 可是赔就是赔一大段 两成三成甚至有赔五成了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这很可能也是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资金大 但并不代表你要买很多的股票 你反而要利用你资金的优势 利用专注的力量 你要买 买好股票 并且不要多 不用很多 但是前提你一定要买好股票 你今天有一千万的资金 我想请问你 物联网的领头羊 3081的联雅 430块钱 你可不可以买10张 可以 你有资金吗 435块钱 你可不可以再买10张 可以 因为你有那个本钱 但是你做不到 因为当他出现这个点的时候 市场上利空不断 光通讯族群反正什么被砍单啊 被砍价啊 5月的营收要衰退什么一堆啊 所以让他股价从600块钱 跌到了400块钱 你那时候犹豫 但是到今天 你会 你会堆心肝 因为今天的联雅 占上了500块 这是联雅今天的走势 最后涨了13块 盘中一度占上500块钱 最后收在495块 为什么今天联雅会上涨 因为联雅第三季的运营爆发 接获10G碰的大订单 然后中国系统客户 最慢7月就会开始拉会 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啊 你自己看啊 我就不再多说了 你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联雅已经是500块 那你回头去看 最有价值的点在这里 430块钱 500块钱 一张差70块 你会堆心肝 今天很多人都在讲联雅 因为联雅涨上来了嘛 可是之前在430的时候 为什么不讲 为什么他们不讲 这种老师啊 你在股票市场中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去克服你的恐惧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 你要贪婪 如何做到 谁能够带你做到 那慧山老师 我相对那些老师 我是属于哪一种老师 口说无评啊 复习一下 看一下VCR 我不在意市场对他的评论如何 当然他跌下来很多人开始在唱衰他 说这一档股票因为中国客户砍单的关系影响 我不在意那个 我只在意我知道的是 那就是 他是属于上游 砍单对下游影响比较大 但是对上游来讲其实影响并不大 我只在意他的毛利率高达6成8 他是拥有一间核心技术的公司 那么当他股价修正三成时 我应该要怎么做 就像你刚刚所看到的 时间又倒回到之前 5月23号 5月23号 就是这张K线这个时候 联雅的股价 430块钱 那时候我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 你问我价值是什么 什么是价值 我认为今天一个有价值的老师 他能够带你看懂趋势 这就是价值 你跟着有价值的老师 自然你就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人 我今天再重申再强调一次 对于联雅 你不要用价值 要用一般的价格去看他 很多人都说他跌下来就不好 但是当时我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人家的毛利率 为什么能够高达6成8 很多厂商说要切入 他是上游的累经厂的最上游 很多厂商说要切入 为什么切不进去 因为技术没到那儿嘛 那怎么样证明人家有技术 毛利率已经告诉你答案 为什么别的厂商没有办法达到这个 这个毛利率 但是他可以达到 因为人家有技术上的优势 这个就是他的价值所在 甚至在当时 我拿出了5月20号外资的持股 外资持股还高达三成七 5月20号刚好星期五 6日放假 5月23号就在这个价位 那我想请问你 你要恐惧还是要贪婪 差别就是在于这里 一档股票你要买很容易呀 你的老师今天也可以去买联雅 但是他有没有办法 5月11号星期三 告诉你物联网领头羊联雅 430块钱买进 甚至5月25号星期三 他告诉你物联网领头羊 再加码435块钱 这一段你通通都可以赚到 你不用说哇今天我看到消息 我500块给他去料 你跟我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我们十张65万再加码十张60万 125万 你一间一千万的资金 我想问你一年下来 你赚得到125万吗 我相信大部分99%是赚不到 但是你运用一档好的股票 加上好的策略 5月23号到现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25万是你的 就是这样呀 你大资金就是要这样子赚 你这样子赚你会告诉我说 就像陈先生一样 你会告诉我说 哇杨老师我非常的有感觉 当然有感觉 我还不要讲后面再涨上去 你还会再赚更多 我们都不是做小获利的 那为什么卉山老师 我对他能够这么的了解 因为我操作他很久 我对他有感情 人家说我是联雅queen 为什么 他就像我的小孩一样 这个对你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这是另外一个点 很多人一档股票做过之后 maybe你有赚或者你没赚 anyway 卖掉之后就去找下一档股票 但是你一回头一看 哇 你原本的那档股票又涨上去了 那难道一档股票你不能够利用 用他的波段来回的做吗 你可以啊 可是没有人告诉你 前一波 我们利用一次的波段 两次的价差 来物联网领投扬波段两成五 价差两成八 来我们放大 第一次价差两成五 第二次价差一成一 总共累积六成四 我们把六成四 获利入贷 前一段 就是从他四百块钱涨到六百块钱这一段 那叠下来卉山老师有没有放弃他 我没有放弃他 我还是三不五时在节目上会讲他 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要接回来 那如果我赚了六成四 这一段已经很漂亮了 那如果这叠下来我就不理他了 那么这一段 我就没有办法带你赚到 你懂吗 物联网的领投扬 六月十五号 星期三 今天的抠讯 好 物联网的领投扬 新的波段赚了一成五 新的价差赚了一成四 加上前一次的操作六成四 我们总共累积了九成三的获利 恭喜大家 股票市场的钱就是这样赚 但你要问我说老师卉山老师 他的详细的内容如何 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跟你讲 毕竟我从一月开始 我就追踪他 一路追踪到现在 我们已经赚了快一倍 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 详细的跟你讲完 讲完我们其他股票都不要讲了 你想要知道详细的内容 上我的FB 五福临门杨卉山的粉丝团 或者是亨达投顾APP 很简单 拿起你的手机 搜寻我的粉丝团 或者直接把QR Code 扫进去 旁边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 早上的时候 我都会发这样的讯息给你 我物联网零投扬 我们可以再往下拉一下吗 对 这边又会有一些 他的解释的内容 让你知道 让你非常的清楚 你会知道说 一档股票 慧山老师 我是怎么样追踪 然后怎么样带着 我们的家族成员这样获利 你会更有感觉 你会更有感觉 那今天我要再郑重的问你一次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究竟是要刺激 还是要赚钱 如果你要刺激 你就会去追逐热门股 但慧山老师 我把你当好朋友 所以我不追逐热门股 我只布局会赚钱的股票 在生计股当中 我带你布局 鹰派概念三号 419的续付 为什么买进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已经说过 它的营收连续成长 到去年是连续第五年的成长 一间公司只要能够连续三年的营收成长 它就属于成长型的公司 它再加上今年会是第六年的成长 毛利率已经显示出它的竞争力 股价居然回挡三成 同样是原料药人家大部分有20倍的本益比 但是它只有13倍 当时我讲了 因为现在股价涨上来了 所以这是不合理的地方 这是可以让你获利的地方 很多人急着去追热门股 但是不肯花时间去注意说这些细节 但是这往往是让你获利的关键 你看现在资金那么的腐烂 那市场上这么多的资金它要什么 它要稳定 起码要有一个稳定的获利 苹果来台发债 它的利率是4.12到4.15这当中 那去付的现金股利4块钱 殖利率换上下来4.7% 你认为大户要不要买这种股票 而且它是营收稳定往上成长 当然要 所以外资前天买了1108张 昨天买了1486张 持股比例已经从7%一路串升到11% 那既然人家筹码买 当然股价一定就上去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买这样子的股票 你可不可以安心赚钱 可以 它的股价就是一路往上 虽然它没有大涨啦 它涨上去之后整理再涨 然后又创高 然后不停的创高 这样子一路以来跟上来 你一次的波段一次的价差 也累积了两成九的获利 也累积了两成九的获利 买这种股票多好 你绝对没吃开啊 啊今次买高的人 他们吃亏了 可是你买在低档 你就赢人家啦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态度一定要对 成功跟输家的差别在于 你究竟是想还是做 当你今天股票是对的 态度是对的 没有什么好犹豫 我从联雅之后 我一直在想物联网的 接下来第二档到底是哪一档 我等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这一档 物联网标普系列二号 第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其他我都不讲 我先讲第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五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但是股价回档市场 还在相对的低档 所以我第一个要赚的就是 它落后补涨 我先赚你这一段 后面的包含说它的旺季 然后切入大厂的供应链 那个我们后面再来赚 因为大波段我们就是这样做 到时候有适当的时机点 我们再来另外切入 那对于这一档股票 慧山老师我的态度就非常的明确 一二三四四路财神到位 六月六号我当天 直接告诉你 我们明天进场 六月七号 攻上了涨停板 六月七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进场 六月八号 来 我再买 六月十三号 再买 六月十四号 我继续买 六月十五号 也就是今天 我照样买 换句话就是说 你在最近你跟上来 你加入我的 给你一句话 通通跟得上 我不会带你去乱买一堆股票 你通通都跟得上 我只做对的事情 并且坚定不移 今天只要你的态度对 你的观念对 你的股票对 你的买点对 你什么都对 唯一欠缺的就是 马上行动 休息一下进广告 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 马上回来 口痛 请用预分猪 吹记贴 请用记贴 五分猪 五分猪 不好 坑达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及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坑达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喷打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穿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突厥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能力 选择 Choose your online 鹅排气密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认为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取决于你究竟是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 我们的投资朋友在嘉义的林小姐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看了我的节目 看了好一阵子 她打电话来跟我讲她的心声 她说 慧山老师 你的股票很好 可是问题是 像联雅 这样一张就要四十几万块 她实在真的买不起 更不要说在挪资金来去做价差的部分 她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 可以想办法 我想或许很多人像林小姐一样 你的资金可能不多 但所不同的是 你虽然对于现状不满意 但是你没有改变 所以五年十年过后 你还是一样不满意 可是你还是一样没有改变 但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只要今天你有心 我相信连老天爷她都会想要帮你 所以针对于林小姐像这样子 小资金的客户 慧山老师我跟我的研究团队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想 究竟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顺利的 在股票市场里面能够赚到钱 于是我们推出了小骑兵系列 所谓小就是筹码小 股本小筹码亲 所谓骑就是具备有转机题材 那当然像这样子的股票 因为是针对小资金的家族成员 所以股价不会高 都是中低价位 但是它有一个特色 它的股性很活泼 然后它爆发力很强 为什么我说要骑呀 因为就是要有转机 我们虽然说要买 比较中低价位的股票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随便买买 一定要有某些条件存在 我才会带我的家族成员去买 那因为资金也真的不是太多 所以它是属于中短期的操作 勿求让你的资金能够灵活的运用 也没办法说像大资金的客户一样 一档股票可能放个好几个月 然后来回做价差 这个是小骑兵它的精神所在 是专门针对资金部位 比较小的家族成员 来去设计来去操作 但你不要看小股票 很多人觉得小股票 就像自己觉得资金自己不多 小看自己一样千万不要 小骑兵也是可以立大功的 小骑兵系列第一档股票 1721的三晃 股价打底四年的时间 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 真的没有办法讲太多 我只告诉你 它的转机题材在于合并国庆化 然后合并国庆化 国庆化一年的获利1.2亿 它本身的获利5900万 你就知道说今年它整个营收会往上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去想就好了啦 然后再来是它独家研发出来的产品 赚台湾甘阿姨姐也往往做而已 好不好就是这样子 那股价没有涨上来 所以当然这就是你最大的机会 5月25号小骑兵供上了涨停板 我们已经完全赚到一根涨停 换句话说 这一层你完全赚到 因为我们不是去追价 就是在这边买 那这一层你完全赚到 那我说你不要小看自己 那卉杉老师 我珍惜你的钱 那我也不会说 一根涨停我就叫你卖掉 我会看它的状况 它能够涨的我就让你继续留 能够赚的我们就继续赚 不要说因为小骑兵 我就赚一点 我会去帮你拿捏这个分寸 你就是放心跟着我就好 如果我在这一天涨停带你卖掉的话 这一段你赚不到 后面这个你也赚不到 这边你也赚不到 一档股票你可以获利两成四 你资金虽然小哦 但是你也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获利 没有人可以让你放弃 除非你自己放弃 成功的管道我都已经替你找好 差别就是在于 你有没有把握机会跟上 另外一档 小骑兵系列 四号 这一档股票也是股价刚开始突破整理平台的时候 我就已经带我的家族成员进场布局 一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办法讲太多 我只告诉你 它的本益比只有12倍 然后它当时我布局的时候 股价才6块多 你可不可以很轻松的买 我问你 你可以很轻松的买 它不是600块 它是6块多 你买的不会有压力 你可以很快乐很愉快的买 然后它又具有转机题材 这个转机题材不是我嘴巴讲讲 是你可以从它的毛利率很明显的看出来 已经从10%跳到18%了 那不是转机题材那是什么啊 那这种股票 当然就是你可以获利的标的啊 很多人我一直在强调 股票是一时的 只有正确的投资才是一辈子 你跟着我 我就是带你去找这种市场上没有人注意 这个都是细节 可是没有人在讲 因为你们的焦点 always focus在那些已经 涨停板或者是创新高的股票上面 但是你去帮人家抬轿 你永远赚不到什么大钱 你要赚钱就是赚这种钱 你可以很轻松 很easy 很快乐的赚 涨了两坑涨停之后往上拉 再创高啊 来我们放大 获利的一成六 获利的一成六啊 光这两档股票 九正 以及三晃 你就可以累积到 四成的获利 是谁说你没有办法赚到钱 是谁说你资金小 你就没办法赚 没有这个道理 你可以 并且你有资格赚到 我们小骑兵的操作 当然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是老师啊 好像我就去买那个低价股 然后那样就可以赚到钱 不是这么简单 专业诚信负责 任何一档股票 我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包含小骑兵系列三号 这档股票 它无论是在于毛利率 反正获利能力方面 跟同业平均比起来 都非常有竞争力 股价打底了一阵子的时间 四路财神到位 那这档股票 当然也是顺利的往上攻 攻上去 因为五月出来的营收 有一点点杂讯 那慧山老师 我还留着 我还是留着 那今天这档股票 股价再往上 再往上 我们还是在获利当中 只是没有赚那么多就是了 那我会看看状况 如果必要的时候我也会换股 这是一个逻辑之一个精神 我们虽然要坚持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应该要放手 小骑兵系列二号 六四八五的点序 涨上去之后 我们获利卖出 为了就是要布局下一档 为了就是要布局下一档股票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逻辑 你就是一档一档 接着一档一档的来操作 有买有卖 最近很多投资人打电话来给慧山老师 跟我讲他们的状况 那这些人大部分他们手上 都有套牢的股票 而且并且数量不少 那他们很想改变 可是他们又觉得无力改变 那因为他说已经损失了一大部分了啦 那又要再拿一笔费用出来 对他们来讲真的有点负担 有点压力 慧山老师 我把你当好朋友 照理说像你看到的 我们的物联网 领头羊 联雅或化汉或雅德 我们都已经快获利一倍 原则上来讲 不应该这样子对你 但我把你当好朋友 所以你听好 来 既然把你当好朋友 慧山老师 我们就有福同享 你有困难 我帮你一把 你没有看错 只要一半 慧山老师 我帮你负责一半 你只要一半 就可以跟上 接下来的物料 现阶段对你很重要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把握机会 现在立刻马上行动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以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划 请用五分猪 去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猪 五分猪 好 坑达投资网站 每日提供 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坑达投资速播 零二八一零一零六零零 零二八一零一零六零零 只要您是不愿甘于平凡的人 需要一个孕育非凡的环境 登峰造极 从亨达开始 陈增业务开发人员 详细数下 零二八一零一 零六一八 转八一三 零一零六一八 转八一三 诚经理 坑达投资网站 每日提供 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坑达投资速播 零二八一零一零六零零 零二八一零一零六零零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与评险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少奇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店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哦 北都TypeNet超值游会 双小套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六百九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鸡 同步无限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账